第十八月里面所说的圣灵 这个圣灵就是口念 上经一行 一行是我们一生 专修念佛法门 一生都念佛 下至一念 这个圣灵是什么时候呢 灵命中时 最后的这一年 也就是说 一生都没有缘分遇到佛法 根本就不知道 灵命中时才遇到善友 劝到他念佛 在这个关头 他听到了 他就能相信 这个很重要 他就愿意求神 所以信念行在一念当中完成 行不行 行 完全符合阿弥陀佛的本音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事情很难 第一个 灵命中时 灵命中时 头脑要清楚 如果迷惑了 连自己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 这个没办法 那现在人家 得老人痴呆症 这就不行了 他糊涂了 不清楚 遇到善知识 也没用处 所以第一个 临走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佛宝 这是修的点 临走的时候 走得好 绝对不会到三窝道 哪一个头脑清楚的人 会到三窝道去投胎 不可能哪 三窝道是怎么去的呢 是迷惑颠倒 糊里糊涂去了 去的时候不知道 一入境区之后 才晓得后悔来不及了 就出不去了 是这么个情形 那第二 临终要遇到善友 遇不到一个念佛的人 对念佛的道理很清楚 很明白 他全力念佛 讲不清楚 你有疑惑 不能够接触 这都是困难的地方 所以这样往生 实在是 经上讲得很好 多半都是过去生种 曾经供养五量祝福 善根底之后 这一生来到人间 没有缘分 遇不到佛法 在最后紧要关头的时候 朋友当中 又修佛的人 来告诉他 提醒他 这个时候一提醒 他阿赖亚里面的种子 就起信心 就起作用 这个作用 真应相信 真愿意我生 你劝他 你劝他念他 真念 哪怕念一生 都能往生 他具足了心愿心 心愿痴迷 符合第十八愿的精神 符合第十八愿的原则 所以十八愿成为 阿弥陀佛真实的悲愿 那么临终的 因练往生的人 他的平位有多高呢 不一定 与他过去生中修的因 有关系 人现前遇到的语言 有关系 如果这个善友 是他一生当中 最凉目 最尊敬的 那个力量就大了 他信得过他 所以 一点怀疑都没有 这个加持的力量大了 如果是个陌生的人 平常没有接触 灵时 劝他念佛 他也能信 也愿念佛往生 这个平位就不高 所以这个人的关系 非常之大 那么临终 家庭眷属要合作 如果有不同信仰的人 他会搅乱 这是很大的障碍 还有 儿孙 亲情 不舍得他往生 表现出大哭 悲痛 这个也会影响他 这里起音乐 跟家庭难分难时 又去不了了 所以这个临终 很难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古德 送中 像吃中须知里面所说的 在人临终的时候 最好跟家庭眷属各礼 那些家庭眷属能合作吗 不要让家庭眷属看到 不要让这个念佛人看到 家庭眷属悲痛 流泪 不要看到 让他看到的 都是同参道友 都是念佛的人 这都挺难的事情 世间人讲 不敬人情 敬人情就出不了六道 不敬人情 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这些事情 都要与行 想到 要先真正相信 临终一年十年 决定的神 断气之后 至少八个小时 不要去碰他 不要去摸摸 哪个地方 日子从哪里走了 与你不相干 事有这么一说 阴光大死 不赞成 不是不赞成的说法 不赞成 你动手去触摸他 为什么 怕他的功夫不到家 你一触摸他的时候 他有痛苦 他生烦恼 如果一生成慧 他就躲地狱去了 你要不要被因果责任 因为一般的说法 八小时 神时没离开 八小时之后 神时离开了 那个没有问题 你可以去动他 最安全的 十二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最安全 他走了 他去的是好地方 就有瑞相 身体柔软 这个人 来生又到人间来了 大富大贵 身体柔软 身体也是身体柔软 所以身体柔软 不一定是往生 你可以断定他 他确定不都算我都 这是真的 真正往生 是他自己告诉大家 那就是告诉送中的这些家庭卷书 阿弥陆陆佛 阿弥陛佛来了 我看到了 我跟佛走了 这一定都不加 所以临终开示 这个念佛开示 没有话说的 只是听他 说是他看到什么人 或者看到什么菩萨 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 不是阿弥陀佛 不是观音失智 决定不能跟他走 就提醒他这一句话 为什么他不是本尊 西方三圣是本尊 三位通通见到好 的品位就很高 三位当中只有一位 有人见到佛 有人见到观音失智 见两位菩萨 有人见到一位菩萨 都属于本尊 都好 都不会错的 如果看到是别的菩萨 来接引 那也决定不能相信 决定不能跟他走 还有什么 家庭眷属来接你 更不能跟他走 地藏经上说的很清楚 灵命中时 见到家庭眷属 多半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他的冤情债主 变化成他家庭眷属的相貌 来引他走 把他带走了 那就要算账了 要报复了 这个一定要提醒 所以年中是最重要的关头 能不能往生就在那一念之间 做最后的决定 所以平常 我们要认真念佛 求佛菩萨价值 自己一定要知道 走的时候 未必会有人祝念 所以心理上要做准备 特别是遇到灾难 措手不及 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念佛要念得熟 平常就要能放得下 走的时候 不经不布 平平常就要有把握 灾难这个地方 有诸解 说 仅念一身之 只临终一念 获得了一念尽心 发一念心 念欲必复 以皆得往生 这都是只临终一念 这都是只临终一念 或者呢 获得一念尽心 一念亲近心 这一念尽 这一念当中 没有杂念 没有怀疑 没有杂念 一心专注 这叫一念尽 这叫一念尽心 你也阿弥陀佛 都能完成 佛号功德 不够是遗憾 那叫一念尽心 你也要得到 一念尽心 一念尽心 对